小时候你爬过树吗? 树可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植物了 一般我们常见的树都是无毒无害的 但是有些树和树的果实却含有剧毒 有时候在树下避雨都有可能导致人们中毒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种含有剧毒的树 毒藩石流 毒藩石流又叫马峰大吉木 主要分布在美国南部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北部热带地区 该树的所有部分都含有剧烈的毒素 其乳白色的枝叶含有许多毒素 接触人类皮肤就会导致皮肤起水泡 下雨时在那树下 即使是一小滴含有乳白色物质的雨水也会导致皮肤起泡 不仅如此 燃烧这种树时 如果烟雾进入眼睛便会对眼部造成伤害 引发急性角膜结膜炎 除了树的枝叶 树的果实也含有毒素 果实的形状非常像野生的小苹果 如果不小心吃了树的果实 会产生严重的肠胃炎伴有出血羞克和细菌感染 同时喉咙会产生强烈的拙裂感 撕裂感几乎不能吞咽食物 正因此 在毒藩石流的分布区 许多树木下都有一个警告标志 以高界路过的人注意安全 防止物食果实 海蒙树 海蒙树是属于家族陶科的一种植物 主要分布在印度地区 最近海南也出现了这种树 这种树的果实非常像小芒果 但却含有致命剂量的毒素 不小心误食后 三到六个小时毒性便会发作 在一到两天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 由于海蒙树中毒后的表现 与心脏病发作十分相似 很难检测出真正的死因 在印度 大量自杀女性都是利用海蒙树的果实 因此海蒙树又被称为自杀树 2004年 一项研究统计表明 1989年至1999年期间 有500多起海蒙树果实中毒事件 因此海蒙树也被认为是 世界上极具危险性的植物之一 2017年 有媒体爆出海口市的沿途景观 有60多棵海蒙树 随后当地园林局将其果实摘下并掩埋 紫藤 这种开满紫色花的藤类植物 名字叫做紫藤 全世界有10种变形 中国就有5种 世界上最大株的紫藤树植物是一株1984年在种 位于美国加州马德雷的中国紫藤 全株延伸的面积超过4平方千米 这种十分漂亮的园林植物 却含有一种被称为紫藤树的造树 如果雾食可能会造成头昏 恶心 言语障碍 腹泻 甚至昏厥 其种子包含的毒素更高 使用一到两颗种子便可能导致中毒 由于紫藤树植物生长速度很快 且可以在营养较少的土壤中生长 开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受到很多园艺公司的青睐 现实生活中 如果大家在观赏时 千万不要误食其果实 以免中毒 瓶子树 如果你正在非洲旅行 你很可能会遇见这种外观奇特的树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种树的枝叶如果不小心进入眼睛 会导致你的眼睛失明 这种拥有瓶子状底部宽大的树 叫做瓶子树 是纳米比亚和安格拉南部的特有物种 在干燥的半沙漠地区非常常见 树的高度可达6米 树的底部拥有非常粗的树干 表皮光滑 树的顶部为细长的树枝 树枝上布满了刺 这种树会产生一种水芯乳胶 含有大量的独生物件 当地居民将其抹在狩猎用的箭头上 以麻痹猎物 苦练 苦练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 它的根系十分发达 对防止水土流失效果极佳 树形成散状 高度可达15到20米 适合再种为行道树或远景树 虫害少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均很常见 虽然可做药用 但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毒性 如果不加处理就误食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成年人如果误吃6到8个果实 就属于服用过量 轻折恶心护泻 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 循环系统衰竭而死亡 有些人直接接触 就会诱发过敏性皮炎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 千万不要误食它的果实 有些素虽然不常见 但偶尔碰到一定要注意 有些果实跟我们常吃的水果非常像 因此平时不要吃你不认识的野生果实 你还知道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